媽媽煲湯 這麼棒 看到湯的顏色就知道夠了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還沒訂閱的記得訂閱 訂閱了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小鈴 張媽媽湯水系列 鮮淮山豬骨湯 大家好 歡迎來到張媽媽廚房 張媽媽上次跟大家介紹的湯水 記得是什麼湯水嗎 椰子煲雞湯 我看到很多人喜歡 張媽媽可否介紹多些日常飲用的湯水 我介紹一個一家大小 一年四季都適合喝的湯水 就是鮮淮山豬骨湯 你看這枝淮山的棍子 本來很長的 這枝淮山的一半 240克左右 這枝淮山比較幼 它叫鐵棍淮山 它叫鐵棍淮山 有一個粗 粗 那枝淮山 但這是便宜的 那枝一斤 那枝是12塊 $1斤 這枝要18塊一斤 當然買點好一點 多幾塊 一瓣 這枝就是豬扒骨 這枝瘦骨 還有爪骨 兩隻合掌瓜,500克,一條粟米,220克 一條就夠了,一條就夠了 25克的杞子 杞子我們選擇,有些朋友問我,張媽媽杞子怎樣選擇? 有些人說怕它掩飾 如果選擇杞子,乾的時候,看這裡一定 這是定的,如果染了色,一定會變成紅色 但現在這個定的,都是黃黃色 證明這隻是否染色很像 洗乾淨,備用 我不時煲湯,很喜歡放瑤柱仔 讓湯會鮮味一點 這裏25克,洗乾淨,浸一浸 日後煲起來容易出味 還有兩粒蜜棗 這就是喉頭菇 喉頭菇,我這個是浸發好的 乾的時候的喉頭菇是20克 怎樣處理呢? 就是將喉頭菇放入水裡 浸軟了,然後就將它渣乾水 再加水裡浸 重複做三四次 喉頭菇就處理好了 因為這些菇通常都會有少少菇的鴨味 我們這樣浸一下,又換一下水 減除菇的鴨味 喉頭菇也有一個對身體 可以提高身體的免疫力 蓮子用了30克,即是乾的時候計算 可以浸泡了四五個小時 換水了三四次 有時裡面有些蓮子芯 如果不喜歡可以把它挑走 但我覺得蓮子芯可以有些清熱解毒的效益 那我就可以用它了 8盒就是用40克的8盒 我們就把它洗乾淨浸泡去浸淋 事實40克 我們也是洗乾淨浸泡去 讓它容易煲出味 生意買即是二人 40克也需要洗乾淨 換水來浸泡去 我們用5L的清水來煲湯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水煲滾 用大火把它煲滾 煲滾半鍋水 水煲滾後 把水煲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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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多一分鐘 倒出來 清洗乾淨 便被溶了 我們現在把淮沙刨皮 首先 看著我表演的 把水煲滾後 方便刨皮 這塊鐵棍淮山和普通的鮮淮山有什麼不同呢 你看看 皮 是嗎 紅色的 這就是它的特色 鐵棍淮山的名字 可能是因為這樣 有這樣的顏色 洗乾淨 因為泡完皮 很多黏液出來 會滑散散的 我們清洗一下 有些髒的 然後刮走 乾的貨 那時候的淮沙 也是斜切一片片的 我們現在煲湯 這些是鮮淮沙 切大塊一點 因為你也要煲兩個小時 所以你切太薄 它一會兒融不完 這樣就吃不到淮沙 切大塊一點 不可以 切去 好像這樣 蝦掌瓜 都要削皮 整隻蝦掌瓜 清洗一下 然後削皮 這個蝦掌瓜 我們把它破開 這樣 中間破開 它有粒子 有粒子 有粒子 在這裡 我們把它削出來 任你切 沒什麼所謂 煲湯 可以 我們現在把粟米斬 因為太大條 吃起來就不太方便 可以結結 好像這樣 好 水滾 我們放些材料 下去煲 放些核桃菇 蜜棗 乾瑤柱 核掌菇 淮山 粟米 全部放進去 2米 磁石 豬骨 凌子 蓋子 蓋上大火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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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鐘 然後再煮 中小火 煮多1小時 45分鐘 咦 為什麼還有些 八盒和杞子 是不是漏了 當然不是 這兩樣 如果我們一起煮 八盒很快 會被煮得難 看不到 杞子煮得久 會酸 我們等這個湯煮了 一個半小時 然後再放這兩樣 一起煮多半個小時 整個湯就煮好了 總共是2個小時 鮮芭山豬骨湯 煮了2小時 很香 很香 現在試一下 味道 要不需要加鹽 喜歡加多少鹽 隨你們自己喜歡 我先加半茶 先加半茶 熟米 三豬骨湯 煮好了 有到開心試吃時間 看到湯的顏色 就知道夠了 這個合掌關 還可以 包含了植物膠原蛋白 可以令到皮膚很香 全部都很香 記得和家人分享一下 讓她們放工回來 她們說 哇 這麼棒啊 媽媽 煮湯 是不是很新甜呢 她們喝得開心 你又開心 好了 終於有今天的介紹 記得多點點讚 還有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未訂閱的 記得訂閱 訂閱了 訂閱了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 小鈴 有新免出的時候 就會通知大家 還有多點活動的時候 都會 通知大家 我頻道內 還有其他食譜 湯水片 甜品片 還有很多家庭小菜 歡迎大家上去瀏覽一下 還有其他留言 Instagram 和Facebook 今天實在太興奮了 嘩 好味道 我要喝 我要喝 拜拜 記得留意看 我… 我要hello hello 大家好 哈哈 嘩 記得看完片尾 有彩蛋 彩蛋是甚麼 不是蔥 到時你看 你幹甚麼 嘩 好像在打功夫 uca 嘩 嘩 他 好 唷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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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